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4月13号 周三晚上的7点55分 今天的股市是平开一路高走 个股上涨的数量不少 标普里边有396只个股上涨 纳指100有94只上涨 道指也非常的多 有28只上涨 市场超过80%的股票都在上涨 看上去整个市场涨的都是挺好的 但实际上 今天这个上涨让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绪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股市在涨 而且今天能源也在涨 还有大宗商品也在涨 国债也在涨 但这些东西我们说都在一起涨的时候 高风险和低风险都在涨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边一定有什么东西 是短期的无效上涨信号 或者说它并非是由基本面 推动的这种趋势上涨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的权重股都是一个缩量在上涨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市场的上涨 是一个纯短线交易 或者是由算法交易推动的这种无序上涨 再加上由于本周五是美股休市 明天周四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本周到期的期权结算 也从周五提前到了明天 再加上今天的上涨 从指数上来看 它上涨的位置也只是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并没有突破任何的关键位置 所以这两天的交易实际上就是走了一个横盘 来回的扫了两天 所以今天整个的上涨 我个人推测 更多的是为了明天的期权结算做准备 只是一些短线资金的这种短线的一个 资金流动的一个交易而已 所以今天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等明天市场的期权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我再去有一些该操作的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做一做 今天至少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好 首先和大家把几个基本面更新一下 今天主要更新的是各大央行的 在今天的一个加息进程 这个主要是很多的朋友 不管你身处在哪个国家 我这里边很多全球的央行的数据 其实对你来讲 无论你是做投资生意的 还是投资房地产的 还是说你是做股市的 其实你都应该了解到你们的央行到底在做什么 和美国的央行比整个的进程到底是快了还是慢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有变化的是加拿大央行 加息50个基点 利率是提升至1% 中性的利率目标预计在2.25%附近 那么调整的时间什么时候调到中性利率附近呢 要根据加拿大的经济数据来确定 2022年CPI的预期的年率为5.3% 所以在加拿大的朋友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跟踪加拿大央行的走势和预期 加拿大的走势 整个利率走势和美国是贴的比较近的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 所以它也算不上特别提前 也算不上特别之后 基本上是跟着美国的大的方向在走 好还有一个是新西兰储备银行 新西兰储备银行也是在周三 是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将OCR提升到1.5% 2023年初会提升至不低于2.5% 那么新西兰储备银行的中性利率目标 会稍高一些 目标是在大概3.35%附近 这些中性目标都指的是 从他们的长期利率水平来看 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 这个利率水平在历史也不一样 所以都不同 包括他们的资金的批发的利率 带来的整个的成本也不一样 所以在央行的利率提升上 看上去也不同 那么整个2022年 CPI的峰值预期年率是7%左右 好然后欧洲央行这边是加息预期 会提前到7月份 这个是从年底往前提前了一些 然后美国的美联储的中性利率目标 我这里再和大家来强调一遍 就是预计会在2.4%附近 这个中性目标是从目前的 美联储的点证图的长期的预测 推测出来的一个目标 不代表着一定只是停留在这个目标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它会根据经济数据来调整 因为每一次在有这种季度的 美联储的会议上 那么委员们根据不同的经济数据 他会做出一些变更 这个也是咱们在投资市场的时候 必须要跟着一块做变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经常我会把这些数据拿出来和大家做更新 当前的美联储的利率水平是0.25到0.5 所以离中性利率水平2.4左右还差的非常的远 意味着一旦要快速提升至2.4%左右 还有非常大的加息空间 好 这个是对于全球主要央行的加息的进程一个跟踪 那么其实全球现在的央行是在快马加鞭 在整个的加息 包括经济周期大调整的背景下 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投资股市 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还是你在投资一些生意 对吧 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困扰 毕竟整个的经济看上去有下行的压力较大 然后利率上行的可能性又比较高 所以在整个的经济周期的压力面前 如果你只是把周期看得特别的短 或者你只看单边 只看到对自己最不利的一方面 那么或许你会碰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 因为我们说没有一直是很好的上行周期 也没有一直很坏的下行周期 那么我个人是更喜欢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经济周期的起起落落 因为乐极生悲脾气太来 这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往上或者一直往下的 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所以拳头要收回来才能够打得出去 如果引用贝莱德CEO的一句话 我比较喜欢他这句话 他说的是利率的上升是机会 而不是问题 其实他这个话说的还挺有哲学思维的 不过投资就是这样 在悲观的时候看到乐观的一面 在乐观的时候看到风险可能会发生的那一面 经济我们说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一直在强调 如果经济真的出现了实质性的衰退的信号 非常的明显 咱们在投资股市的过程中 是该跑就跑 是该空就空 其实这个和个股是一样的 个股如果发生了实质性的衰退 连续衰退的风险 那么这种个股能不做就不做 事先做了的 该止损该逃跑就得要认 对吧 就得要走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在确认了经济衰退 真的是正式发生之后 该跑就跑 该空就空 留好现金 等待周期转向的时候 再重新入市 如果市场没有确定经济衰退 而只是一直在炒作 所谓的衰退的预期 那么现在表现得像这种上窜下跳 然后来回的上下区间摆动宽幅震荡 这种时候咱们能做的也只能是跟随趋势 做一做波段和短期的一个趋势 那么到了差不多的位置觉得不行了 该卖就卖 也别怕卖非了 也别怕赚的少了 能赚钱的操作它就是好操作 所以这是最近对于市场的一些心得上的总结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帮助 因为一涨大家容易就是说要一直涨了 一跌就变得特别的悲观 搞的就是涨也涨不得 是跌也跌不得 其实市场每天的涨跌 咱们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市场的涨跌它是随机排列的 它是随机出现的 没有办法去判断下一分钟 下一秒钟 明天后天下周市场到底是涨还是跌 那个做不到 那个只能通过算命得出来 所以咱们都不会算命 那么只能去根据现在的经济数据 去判断市场的一个情况 然后跟着基本面去做一些调整 好 然后现在我们看完这个之后 今天主要来看几只个股的一个情况 昨天和大家讲到了 关于金融股的这个衰退 一季度对于整个的财报来讲 对于标普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整个金融股预期在一季度衰退的比较厉害 他们对于标普的EPS拖累也很厉害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超出预期 能够比预期的悲观的要好一些 那么当然对于标普来讲是好事 如果比预期的还要差一些 那么很显然对标普来讲 我们承受的压力就要更大 今天摩根纳通作为第一个大型的投行银行 然后披露了财报 情况表现的只能说 怎么说呢 它肯定是没有超出预期的 但糟糕也不是说糟糕到那么的悲观 但总之是不及预期 好 首先我把数据跟大家披露一下 然后再来说一下关于它目前的一个价格情况 GPM今年的一季度的营收是307亿 超出预期的306亿 超出一点点在营收上 但每股收益是2.63美金 不及预期的2.7美金 最重要的是我们说的这个衰退 是和去年的同期相比 它的EPS下跌了 或者是同比衰退了42.08% 有的数据写的是42.1% 45入 大概就是42.1% 48.08左右 这个和市场预期的是比较接近的 略高一点点 整个的投资银行的利润是下降了26% 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坏的消息 但是坏消息出来了以后 它也不能坐以待毙 摩根大通很意外的 然后宣布推出了一个100亿美金的 一个回购计划 这个之前大家市场确实没有预计到 因为300亿的回购计划 300亿的回购计划 占到它总市值多少 它的总市值是3700多亿到现在 那么300多亿都是接近10% 也就意味着对于EPS的帮助 在回购的这一段时期里边 大约能提升10%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是EPS不够 然后回购来凑 这就是有钱的资本雄厚的公司 他们经常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美股很多的大公司 账上的资金都很多 通过回购的方式 就是一个很好的稳定股价 提升或者稳定EPS的一种方式 好 这个是GPM在基本的一些财报数据 另外还有一个是不好的方面 是GPM它在本季度增加了9.2亿 9.02亿美金的一个坏账损失拨贝 坏账损失拨贝为什么要拿出来 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有可能产生的损失 比如说坏账收不回来 对吧 它要预先把这一块预留出来 它是一个账面上的 不能计算为盈利的 未来可能会发生亏损 如果没有亏损 那么未来再把这些坏账再拨回来 拨成正的 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了账面上的盈利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很多的银行都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之前在预计大的危机来临之后 20年认为有可能会出现金融风险 所以拨了特别多的坏账损失拨贝 后来发现风险过去了 银行投行在这段时间挣了大把的钱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积累了大量的利润 最终是批量连续几个季度的 释放了坏账损失拨贝 让整个的21财年的银行股 投行看起来业绩爆棚 也让整个的21年 整个的投行银行的走势走得非常的不错 这个当然也是在22年同比21年 出现衰退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因为21年的基数比较大 22年和他们比 现在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弱 好 9.02亿的拨贝里边分成两个部分 他一个部分是对于俄罗斯方面预留出来一个3亿美金 另外还有6亿 是预计他们认为应对会有经济衰退的一个风险 他们认为可能会出现 然后提前做了一个准备 所以一共是放了9亿进去 这个坏账损失拨贝也是20年以来第一次去增加坏账损失拨贝 所以能看出来GPM做的还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非常的谨慎 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 他们是释放了52亿的坏账损失拨贝 和今年的一个增加9亿比起来 里里外外是61个亿 所以整个的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它的目前的业绩出来之后 2022年的年度衰退 依旧维持在27%左右 年度的就指的是全年衰退27% 那么前瞻估值预计会在118到185左右 对于21年来讲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年份 但是从下半年开始 因为要走23年的预期了 23年预期还会是增长的 所以如果在22年中期或者下半年开始 有机会还能往下走的 你可以看它的估值下限 118到185的位置 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了 好吧 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去做它2023年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我个人是准备做美国银行 因为美国银行是这几家银行里边 从衰退上来讲可能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 其次可能是高盛的表现也还行吧 当然这只是市场预期 我们最终还是要看数据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情况 目前最近的强制撑在113到119 摩根大通 第一炮没打响 有点哑火了 我们看看后面 明天包括下周一还有BSC的财报 然后银行股金融股 给整个的一季度财报订定基调 看看到底怎么样 好 然后看完它之后 另外一个是今天 达美 达美今天是整个它的财报出来之后 让整个的航空板块 包括旅游板块 全部都是得到了提振 今天市场领涨的主要这几个板块 航空 旅行 酒店 这些都涨得特别的多 看一下达美的情况 达美的一季度营收是93.5亿 高于市场预期的87.4亿 那么一季度调整后 每股亏损是1.23 这个亏损幅度 小于市场预期的亏损1.33 所以是一个超出市场预期的表现 那么从前瞻上展望二季度 达美预计营收较疫情前的2019年 会同比增长93%到97% 那么运力增长约84% 资本性的支出大概是12亿 调整后的净债务大概是200亿 从Q2上利润率会达到12%到14% 而且实现比较强劲的自由现金流 总体上来讲 目前还是亏损 但是在2022年度会扭亏为盈 这里2022年度它会扭亏为盈 但是2022年度的EPS并不高 但为什么现在的市场价格 可以到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把2022年和2023年的前瞻估值 都给放出来了 这个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它现在的位置就是介于2022年高 然后低于23年的这个低位的中间 就是卡在中间 所以航空由于现在是大家比较明朗的 能够预期到全球的这种封锁 疫情封锁 基本上都已经解除了 所以航空业往前发展 或者说回到在2019年的这个水平上 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对标2019年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大家现在交易的并不是在2022年的这个价格 而是一口气会看到回到2019年 就是前瞻两年的价格 也就是现在大家交易的目标 其实是在2023年 这是航空股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如果你去看什么旅游或者酒店业 你也可以这么去看 对吧 你可以这么去算 这是他们一个大的逻辑 它并不看今年怎么样怎么样 按照今年来讲 它肯定是被高估的 高估很多很多对不对 但是按照明年来讲 它又是被低估的 因为今年业绩和明年的业绩 差的特别大 中间差距特别大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它的交易 它的波段交易非常的宽 你只能去结合着技术面 再去考虑了 如果你认为2023年 它能够回到2019年的水平 能够完成它的前瞻目标 那么56到70 就是你的目标 就是你拿到2023年底 能够上看的空间 如果你认为 它中间还会出什么纰漏 航空股可能还会受到什么重锤 那么你的下方的空间你可以去到这下边 那就挺远了 所以结合着目前的支撑压力区域 目前的中等支撑35到37 强支撑29.6到32.7 还有一个非常强的 低于在近期低点是24.6到27.5 但是这个位置 它都是高于在22年前瞻固执上线的 我们说 但是它是要走23年的业绩 所以它的可交易范围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至于怎么交易 你可能就要更多的 在它的基本面范畴之内 结合着基本面去做了 好吧 所以就看你一个长和短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航空股其实还是可以波段对待 波段对待是比较不吃亏的 因为你可以看它们之前的走势 是不是波段特别好了 或者说波段的幅度范围特别大 给到的机会比较多 如果你是拿趋势航行 它之前一口气已经走到了 23年的前瞻位置 但是现在又掉下来 你有道理吗 没道理对不对 业绩在上行 但是股价在一直往下走 它有道理吗 没道理 无非就是市场正在拿走 提前交易的时间和钱 然后等到合理的时候 又把它买回来再交易一遍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比较的宽 好 这个是对于达美的一个看法 好 另外最后和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持仓里边的一只股票 PayPal这边是唯一今天一直下跌的股票 最近表现也一般 很多朋友可能同时也持有了PayPal 也在问我这个准备怎么处理 PayPal的问题 其实它的问题还是没有出什么别的问题 之前其实和大家讲过 我今天把它列得更详细了 最近它的CFO财务官是去了乌尔玛 对不对 然后当然最后的履职日期 是要到5月中旬了 才会去换 很多朋友说 CFO走了以后 它是不是代表着对于市场 它不看好怎么样 或者它的业绩无法完成目标 其实我认为职业经理人 它到底怎么回事 来去最后面的操作做一个指导 PayPal这边根据我现在掌握的一个数据 我这里跟它详细的列出来 2022年的前瞻EPS是4.64 4.6到4.75左右 2023年的前瞻EPS是5.9左右 是一个增长 那么2022年的前瞻估值 我现在是按照157到181 但157呢 PE比较高 对吧 大家说它现在增速不够快 那给不了这么多 它是34.2倍的PE 我先给到这里写出来 因为这是根据历史水平 它结果比历史水平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无话可说 对吧 那它就往更低的去了 那我们看看它更低的在哪呢 今天的市价的105 2022年的前瞻PE是22.8倍 这个和在这个105和这个标普比 是高还是低 22.8倍 现在比标普略高一点点 或者和标普持平 但是到了2023年的前瞻PE17.7 就是低于标普的 因为标普的前瞻的适应率 是18到22倍 一般是在这个范围内波动 所以它如果在这个2023年来看 105块钱肯定是不高的 那么如果你说 它还能往下再跌跌跌跌跌 跌10%20% 那能跌到多少去 那它的前瞻适应率 再跌10%到20%只有15倍了 15倍和标普的18倍比 请问它到底是被低估的 还是高估的呢 我相信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 只有出现一种可能性 这个前瞻2023年的前瞻被大幅下调 或者继续出现衰退 才有可能说它的PE才会变高 才会变得不那么低估 但现在的数据还不支持这个 所以现在我的态度和观点是认为 如果能出现往下大幅下跌的机会 那么我会大量的再去买一把 因为现在我所掌握的所有数据 它都没有说它就进入了大幅率退 没有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详细的写清楚给大家 计划加仓的位置是6% 72到92 72到92 之前加过一次仓 然后反弹打失败了 就把仓位减出来以后 6%的成本持仓成本是180块钱 然后加仓72到92 这个地方相当于最多还可以允许它跌30% 加完仓之后的成本大概是在120到130左右 那就可以算一下对吧 大概就是在120到130 130块钱左右吧 中间我可能还会比方说往上边 没事的时候再去卖卖cover call 对吧 卖卖call然后再去降低一下成本 以这种方式去降一降 因为我现在认为从两年来看 如果你说市场中一定要找现在跌的很多的股票 或者相对有增长的情况下 而且价格已经跌透的股票 我觉得它算一个 但是你要期待它今年马上涨 显然也不是那么现实 要涨也到下半年去了 还是那句话下半年 要上半年就这个样 就这个德行 因为上半年的情况 你现在能算得出来吗 4.6左右4.64左右 它再怎么低 再怎么往上走 它也就这么多 因为前瞻P在这摆着20多倍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当然如果说你说你看好了更好的股票 你愿意去调去换 对吧 你也可以 对吧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现在去调去换 和这种已经被砸到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在现在下方两个强支撑 特别是七杀到九杀 这个大的欧巴区域合并起来的强支撑区域 我觉得没有必要真的再去做其他的这种 搁在这种地方 我觉得这太可惜了 非常非常的可惜 而且今天尽管是跳空下来 但今天增量比较明显 而且之前是持续在这个地方缩量 持续在缩量 所以等待什么呢 等待着评级 分析师等他财报出来之后 下半年或许有上调评级的机会 比方说上调 之前不都是一直都是评级下调吗 不断打压价格吗 回头你看到当市场有出现股价 分析上调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要启动的时候了 因为机构不长期 有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基本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给大家讲了一讲基本数据 讲了讲两支个股的情况 那么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希望市场还是相对维持稳定吧 4300点没破之前 依旧保持有继续向上反弹的一个希望 破了4300 然后我们下看4100点 好 今天节目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